太妃,茶凉了,我再给您煮一杯吧。 好,苏小姐有所不知,云柳的煮茶记忆了得,一会儿你也尝尝。 太妃过奖了,雕虫小记而已,您要再这么夸,苏小姐该笑话我了。 这个云柳顿位比苏娃儿高了不少啊,处处攻击她给她使瓣,还能不动声色呀。 娘子,你会煮茶吗? 算是会吧。 那,那你可以给锦儿煮着喝吗?锦儿想喝娘子煮的茶,可以吗? 好啊,不过要等一会儿。 为什么? 等她煮完啊。 喂,快点,要不然别煮了。 下去换身衣服吧。 她走了,娘子,你可以煮了吗? 好,锦儿想喝,那我就试试。水雾淡淡,香气鸟鸟,茶色鲜亮。 这是,苏小姐怎么会这个技法? 哇,娘子好厉害,煮的茶还会开花呢,真好看。 民女现丑了,煮茶手艺实在不精,也就是以前曾经偶遇一位老人家,教了我几下。 这几下,已经足以济贯京城了。 那是道人,这可是新汉大师教我的,他是百年一遇的茶艺大师。 娘子煮的茶真好喝,天下第一好喝。 喝过茶,吃过点心,云井就坐不住了,带着苏南依向太妃告了退,在王府中四处游玩。 天色江暗,她才依依不舍地把苏南依送回苏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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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